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 健保资料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工具应用 这因为已经是第三个场次 所以我希望用不同的数据来介绍 这个互动式视觉效果工具 以让各位更加的了解 好 这一个工具的使用 本次要介绍的数据是 同药里用药日数重叠率 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件事 为什么会跟成效分析 跟健保大数据的成效分析是有关系的 其实站在医生 站在就是我们业务同仁的立场 我们都有很多希望了解的事情 举例来说 那个病患有没有重复领这个药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他领了药之后服用 对他会造成什么影响 好 这就是稍后我会跟各位分享 我姓酸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范例讲义都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一下要请各位到这里来去做 范例的下载 那我的范例都是来自于 例如说开放资料 像这个是健保大数据的话 是由健保署所提供的 那我的电子邮件 WeChat Line的ID 都欢迎你们加我为你的好友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 就是一对一的 互动式教学 好 那我希望就是说 跟大家能够建立 就是说更好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健保大数据啊 的一些不为所知 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呈现出来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希望早日毕业 那有了11年这种跨领域 因为最早我是念资讯工程 然后这11年应该也多多少少 跟一些像台北市政府 还有跟卫福部合作 做一些像癌症 甚至最近最近 要去做一个成果报告的是 编害防治热点分析 以促进决策的一个产生 那如果说你 当然在电脑教学这边 我大概教了将近30年 也有很多的一个就是 就是各式各样 大概你知道的电脑相关的知识 应该我这边都还可以升任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 蛋公式自动化 还有这种大数据分析 然后我着重的是在应用 我喜欢把实物上怎么用 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不太喜欢讲很多的理论 好那我希望就是接下来 我们12个小时 来去好好的把这个互动式 视觉化分析工具 好好的去了解 好了 那我还是要先大概跟 你们分享一下 我大致上 大致上会一群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先认识数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 这个视觉化分析的工具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叫视觉化分析 还有它的互动式 互动式在哪里 当然我们就要产生 很重要的仪表版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先学所谓的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 忘记写上来 还有在数据清理的过程 需要学会写函数 那这个函数我尽可能的用公式 用不用写公式 而是用功能按钮来去交 因为你要知道说 现在软体的发展绝对就是让你 可能按一两个按键就做完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模式 所以 你大概只要知道功能在哪里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就要再介绍 就是说我们的视觉化分析 如果都做好了以后 你的资料有可能变动 有可能新增 例如说我现在我画好了 2020年以前 所有的这个同药里的用药 要重叠率这件事情 那假设你又拿到2021年的资料 如何我们只按一个按键 后面这些图就全部都画完 你不用再重新画 你看Excel是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做 你拿到新的一个月的资料 你就要重新做这个月报表 或者是你重新拿到新的一年的数据 你是不是要重新画这个年报表 在这边选择Power BI 你就不用重新做这件事 重新画这件事 你只要按一个按键就做完了 好 节省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还不会有错 再接下来就是交错合并 毕竟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一定会希望 举例来说好了最简单 我给各位的范例 到时候会有六个 六个药品的一个重叠使用 重叠领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有哪六个呢 像例如说 降血糖 降血脂 降血压的药 还有什么跟精神相关的 像思觉失调的这样子的一个药品 好 那稍后再跟各位分享 那有可能我们希望了解的是六个药品 他到底现在的一个药物 重叠领用的一个情形是什么 这个时候交错合并就很重要了 所以相对的 其实每一个环节上都很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我会这一次 尽可能的希望你们用 就是很愉快的心情来去学习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直接进入到 化视觉化分析这件事 好 那我想再跟你们提醒讲一下 我有请佳容 就是记那个就是上课前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课前提醒 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软体的安装 好刚刚大家都装好了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你们到时候还是要去看这个网站 就是我有一个教学的网站 这个到YouTube之后呢 有一个叫做那个清单我每次都找不出来 因为看的人还太少了 所以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看 因为里面从第一场桃园 第一场是枫园 第二场桃园 第三场是我们台南 里面所有的教学影片都有 所以我真的诚心的建议你们 如果可以画那个回去好好看一下 像例如说健保资料分析 你大概在这边 除了现在我正在录制的直播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01 这个01应该是枫园厂 枫园厂那一天第一个课程 有01当就会有02 可以吗 而且这一个课程在介绍的是 出院后14日再住院日 可以了解 然后我们来了解说他的那个 就是 健保资源是否可能有那个 过度过度的浪费 什么叫浪费 不该住院而住院 可是有人可能是因为疾病 例如说像脑中风二次中风 或者是或者是他变成 就是病情的急促急转 所以这时候他又必须要去住院的时候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分析的 到底是医疗浪费 还是那个这家 这个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好那接下来12然后这边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我现在的这个直播 我现在这个直播 所以我有那个资料夹 那个资料夹就已经寄给你们了 所以建议你们里面每一部影片 都可以去看 可以了解啊 好那我今天呢我就不不先介绍那个 14日再住院日这件事了 好我就想要直接跟你们介绍 同药理用药重叠率 这件事好了 好 好